今年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办公室 仍然在造谣抹黑 这个抹黑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抹黑就是指控 侯友宜这边是列地炒房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昨天就已经清清楚楚 由律师陈佳瑶来指出 我们是因为房子占到他人的土地 所以呢是在历年来呢 来解决问题 何情何妨 不管是一开始的 民国61年任老先生购买 86.5平的土地 以及老旧建物 在后来民国72年 侯太太继承父亲名下的 254地号的持份土地 在后来民国76年地极图重测之后 发现呢 房屋占到隔壁253地号 这是一个所谓的里地 那这个地号呢 我们可以发现 赖办进行了第二次的抹黑 就是抹黑 侯友宜这里是多次分次的买地 是购买土地 但是事实上 昨天陈佳瑶律师 也清清楚楚地说明 明明是多位的继承人 如果大家或者是家中的长辈 有过处理相关继承土地的经验 可以知道 这样子明明多位的继承人 事实上就是必须分次处理 这样子的持份 所以从民国97年侯太太继承母亲名下的 254地号之后呢 10月30号 接受二姐的赠予土地 在接下来从民国100年开始 陆续找到部分的地主 逐次购买土地持份 而不是购买新地 所以赖办指称的 陆续收购土地 是恶意扭曲的造谣抹黑 侯友宜 这里是负责的解决战地的问题 再来 第三个抹黑 是所谓量身打造 容积奖励 我们这边也清楚地说明 所谓新装复新段的 253254地号的土地 第一个基地完全不适用都根 第二个条件不符合新北市都根单元的划定基准 再来第三个 这也不在市府的划定公告的更新地区 更夸张的是第四个 这两笔地号根本就不在TOD的适用范围 所以请问一下 赖进总近日的指控 完全就是睁眼说瞎话 用复杂的都根相关的条件来造谣抹黑 请问赖清德 你数字弄错 范围不对 这样如何来谈论治理国家 再来 今天还要谈到所谓的公保地的解编 但是侯友宜的这个土地呢 253254 距离文高二公保地解编根本是两回事 我们这边也要请问赖清德 所谓公社解编是一个通案的政策 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国民都适用 请问一下赖清德这里 增额融机 公社解编 都根奖励放宽 这难道不是对市民好的吗 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好 那就投给民进党 如果是好的请支持侯友宜 那再请问一下 戴伟山戴议员 戴发言人 你对于新北市的都根规定 应该会非常清楚 但是你今天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 记者非常清楚啊 他问说 请问一下这个复兴段的253254 到底可以用怎样的都根方式来取得荣基奖励 你完完全全答不出来 只能说我相信可以有都根的方式 我相信有都根的方式 所以就证明了赖清德的发言人 第一个要么就不是不认真 不然就是第二个执意的造谣抹黑 请问一下赖班的发言人 如果你还记得赖清德提出的住宅政策 请问一下赖清德说什么呢 他在今年七八月的住宅政策里面说 要给予更高的荣基奖励 他对中央推动都根的进度不满意 他向建筑业向建商来喊话说 大家一起来都根吧 要盖得更高更好 请问一下赖清德的发言人 侯市长这样子的土地不是都根 被讲成都根 需要都根的呢 民进党政府无法推动都根 赖班的发言人应该要好好做功课 不要再打脸赖清德了 被法院认证过发布不实讯息的发言人 不要再凭空想象先射箭再话吧 有关容积率提高一试 市府已经多次重申 新庄复兴段253254号土地基地 不适用都市更新的条件 也不在TOD扩大400公尺的适用范围内 该计划法定书图示非常清楚 待发言人却连新北TOD范围都搞不清楚 就来举路尾马 一再制造增生杀人的谣言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